我的权势超越一国之主 然而有人因为觊觎我的女人 要打折我的腿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接任六大财团总社长大理的这天 我先来到会场 遇见孙明月 攀谈一会后 这个庄十三的人出现了 呵呵 区区大厦人也敢跟我抢女人 不知道我是谁吗 嗯 够了 野元风 你如果再这么跟十三哥说话 我就翻脸了 等我认识了那位神秘大佬 你孙明月怕不是要跪舔我 呵呵 既然孙小姐护着你 那我就不找你麻烦了 不过嘛 你能躲在女人背后一辈子吗 你爸在这里 也得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先生 啊 你这么跟我说话 是嫌自己活够了吗 十三哥 差不多就得了 话别说太狠 小心被打脸了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这里是我六大财团的地盘 信不信 老子今天把你腿打折 孙明月也无可奈何 那信不信我一句话 你的四肢都得断 二位 看在我的面子上 咱们大家个退一步 都别计较了 有话好说 哼 既然孙小姐开口了 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 现在道歉 老子就饶了你 明月 既然你发话了 这个面子我肯定得给你 你现在跪下道歉 我就不打断你的四肢 小风 发生什么事了 三井大哥 柱友大哥 清水大哥 安田大哥 伊藤大哥 野元风眼前一亮 扭头看向十三时 脸上得意骄傲的神色 更加掩盖不住 这几位可都是他熟识多年的好友 而且全部是六大财团家族中的顶级高层 身价近万亿 也都是家族继承人 仅次于组长的存在 五位大哥 是这样的 小子 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场合 就你一个大下人也敢在这里呢 速速跟阿峰道歉 否则 我要你好看 就凭你 还不够资格 小子 三井列的大名你没听过是吗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你们也不够资格在我面前这么说话 大哥呀 这些可都是现任六大财团的最高层 不久后六大财团的CEO啊 你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吗 是吗 那么不知道区区在下 有没有资格跟你说话呢 此人正是樱花地主之子 樱花国太子英锦伯人 你父亲都曾下跪求我 你说你有资格吗 十三哥 大哥呀 你不想活 我还想活呢 这些人 可是真正站在樱花国最巅峰的那一小撮人 原来是个满夫 你们几个替本太子好好收拾他吧 这种人 我不想亲自动手 太有失身份了 睡 此人 我认识 仗着自己是三金财团的合作伙伴 就自以为是了 不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只是我家的合作伙伴而已 我只要一句话 保证能取消一切跟十三的合作 这个叫十三的家伙 很嚣张 昨天一个大厦的女明星企图勾引我 被我言辞拒绝后 这家伙就仗着自己是三金集团的合作伙伴 封杀我 你是 三金总裁您好 我是平井剑 索尼的总裁 嗯 无妨 回头我去找人说一下 取消你的封杀令 你放心好了 有我在 不可能让他再樱花过嚣张的 多谢三金总裁 玩脱了吧 仗着自己是三金财团的合作伙伴 就敢瞎装逼 连太子都敢得罪 这下老子看你怎么死 哦 此时 田中不二雄眼见平井剑 诋毁十三得到了好 立刻上前说道 这人特别没素质 我回国时 坐飞机跟他同乘一架 结果 他上飞机就非要求我让出靠窗的坐 还拿自己大厦国企业家的身份 对空城施压 若非我不想让空城坐难 是万万不会让座给他的 我作证 当时他一个大男人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一个弱女子吵 特别的没素养 大厦人不都这样吗 你们两个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给你们做主 多谢野原总裁 野原总裁 你真好 此时强仔跑了过来 低声在十三耳边附和道 老板 三井兽让我提醒一下你 子愿小姐已经化好妆 在后台等着了 让您过去做一下准备 过一会儿上台举行接任大典 好 我这就过去 小子 你还想走 谁让你走的 告诉他 你马上就要变成尸体了 让他跟你收拾 是三井兽 你他妈说什么 宝兰 保安哪 就在这时 一名工作人员跑了过来 说道 三井总裁 野原总裁 各位都赶紧去准备一下吧 接任大典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地主一再嘱咐 此次关系到那位大佬 姿势重大 不得有任何耽误 赶紧去做准备吧 别委屈 区区一个大下人 耽误了咱们的大事 对 那为什么一大佬 才是咱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毕竟 他可是能左右六大财团 乃至英华国经济未来命运的大人物 等一众人都离开后 孙明月这才无奈地叹了口气吧 十三哥呀 连六大财团和皇族都不放在眼里 要不我还是安排个私人飞机 你趁着他们参加典礼 赶紧跑回大下国吧 以后都别来樱花国了 我若是现在跑了 这个典礼还怎么举行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你觉得我像是在这种场合 开玩笑的人吗 不 不会吧 难道你真是 呵呵 拭目以待吧 这个家伙 怕是今天要逆天了 太子殿下 那位神秘大佬到底何等来头 为何连地主大人都要如此尊重 前些日子 闹了一个月的超级大空头 你们还记得吗 难道 神秘大佬就是那位超级大空头 不错 我父亲说 如果不是他求着这位大佬早点平仓收手 恐怕他都已经因为此时被有心人给赶下台 干不下去了 没想到这种大佬 居然会是咱们樱花人 是啊 之前还有什么谣言 说这位神秘大佬来自大夏 我都笑了 大夏也配有让咱们六大财团和樱花地主如此卑躬屈膝的人 周围樱花国的中流砥柱们 因为经济持续下滑 加上国际巨头的持续做空 六大财团出让了51%的股份给了一位神秘大佬 而今天就是这位神秘大佬接任六大财团总社长位置的接任大敌 在大佬出场前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各位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如若有任何人胆敢泄露神秘大佬的身份到外界 影响了六大财团产品的销路和股价 那么我和六大财团定然不会饶过他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六大财团总社长和社长夫人登台 为大家讲几句话 下一刻 十三牵着宛如天仙下凡一般的公子院的手 带着屁腻天下的眼神 淡定地走到了台前 怎么可能 神秘大佬怎么可能是他 六大财团怎么会被一个大厦人收购了 一定是我在做梦 一定是 奥峰 不会有错的 地主大人都对他这么恭敬 不可能认错人的 接受现实吧 我堂堂樱花国的六大财团 竟然被区区一个大厦人收购了 而且 他刚刚还说 我父亲曾经跪着跟他说话 恐怕这也是真的 英景博人只感觉 从小到大的三观 受到了惊涛骇浪般的冲击 几乎完全崩坏了 我樱花国沦落至此 真是可悲 可叹 这家伙 早点说那位超级大空头就是你啊 害我担心老半天 在下大厦国十三 从今天开始 就是六大财团的总社长了 相信大家看到我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为什么让你们签那份保密协议了吧 以后 我们都要给大厦人打贡了嘛 我们引以为傲的樱花国六大财团 要赚樱花人的钱 送给大厦人了 没有想到 最终的大营将 居然是个大厦人 十三讲完一套比较官方的话之后 话锋一转 突然看向了瓶颈剑这边 我刚上任 有几个命令要发一下 上集说到 接任大点开始前 我跟樱花国态度 六大财团接班人发生冲突 我刚上任 有几个命令要发一下 昨日我参加一个酒会 瓶颈剑和朱永明企图 潜规则我的大侠同胞 还朝他身上泼灯水 这让我很不爽 十三言罢 扭头看向了朋友财团社长 朱友小次郎 做此啊 十三现在可是六大财团的总社长 连我这个朋友财团的社长 都可以随意更换 来人 给我把祝佑名抓起来 软禁家里 一辈子也别出来了 我就是随口帮瓶颈剑 整治了一个区区大厦女明星而已 就惹来了这等大祸 很警戒 你的集团最近盈利好像不错的样子 既然这样的话 被六大财团收购 你应该感觉很荣幸吧 朱友社长 我 臀警戒 这是正常收购 不用多想 想卖就卖 不想卖你当然可以拒绝了 好 我卖 社长 您看 我处理的还行吗 可以 东智集团的田中博二雄 还有他今天带来的那个女伴 我也很不喜欢 田中博二雄取消东智集团社长一位 同时彻查在位期间 所有的财务和税务状况 如有任何异常 直接报警处理 田中博二雄直接跪到在了地上 这一场恐怕他下半辈子都得待在牢里了 至于阴空盟 社长 您看是直接风杀雪藏一辈子 还是让他去拍点坏名声的电影 以或者您有别的处理方式 没必要 他还算是公司的摇钱术 不过 不是瞧不起我们大厦人吗 那就每年特殊的日子 公开去祭拜大厦的英雄们 全程直播 新官上任三把火 直接震慑住了现场诸多的大佬 就在大家以为 这三把火已经烧完的时候 野元风 三井猎 还有你们旁边那几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家伙 还记得刚刚我跟你们说的话吗 三井兽 野元真太郎等人面面相去 这六个 全是他们六大家族的继承人啊 又是怎么得罪这位祖宗了 三井兽也只能硬着头皮骂道 几个混账东西 你们怎么冒犯社长了 收 无奈之下 野元风面色长得通红 只能支支吾吾的 真是误会 我也不知道十三就是神秘大佬 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不怪三井大哥他们 社长大人 这都是我教子无方 让这小子太过放纵了 我这就让他给您赔罪 在野元真太郎的目光压力下 野元风低着头小声道 十三 社长 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 我问你 还记得之前我说过的话吗 十三 你不要太过分 我都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下跪道歉 我就不打断你的四肢 可惜啊 我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了 你 陈社长 小孩子不懂事 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三十岁了 也算小孩子嘛 我第一天上任 当着我的面侮辱我们大下人 还威胁我 要打断我的双腿 如果我不是社长 换做是其他大下人 是不是现在已经被打断双腿了 我的公司 不允许有欺负大下人的垃圾存在 十三 你别忘了六大财团是英华国的产业 没有我们的支持 你的大下人也想在这站门脚 住口 儿子 老板 此人四肢筋脉已飞 再无复原可能 野员社长 你儿子看不起我大下人 我断他四肢 你服否 这就是格恶魔 不 不服 以后企业内部 以大下人为尊 谁敢不尊重我大下人 都跟野员封一个下场 话音刚落下 三井寿等人立刻争先恐后的谱态 三井列违反公司规定 辞去其一切职务 取消继承者资格 清水豪严重违规 不再被公司录用 继承者资格由清水旺担任 一棚中 英井五藏眼看六大财团的社长 以及台下的诸多樱花企业家 都脸色不太好看 于是打圆场道 陈社长还真是新官上任三八伙 一上来 就辞退了那么多人 不过这也是他们旧游自取 是他们活该 往后啊 咱们企业一定会建立好相应的企业文化 处理好您说的那些问题 那么接任等你是不是可以结束 咱们开始吃饭 英井先生 先别急吃饭 还有最后一件是想请您帮个忙 刚刚的事情我也参与进去了 难不成 这个十三也要我当众道歉 我乃是堂堂樱花太子 未来的樱花地主 即便十三是六大财团的总社长 又如何 怎么可能压得住我 陈社长您说 此人刚刚也与野原封 三井烈等人为伍 陈社长 又什么事 要不咱们典礼之后再说 毕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 圈子脸皮薄 不太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道歉 自己的父亲 堂堂樱樱花地主 竟然会向十三认诵 这简直是有损樱花国的尊严 道歉 不不不 没那个必要 我想要的 并非道歉 啊 那您这是 我呀 仅仅是想让英井地主您另立太子罢了 不 三马 失散居然要求地主废掉太子啊 胆大包天 简直就是胆大包天 绝对不能答应 这简直就是对我们樱花人的羞 陈社长 您上任以来 已经辞掉了六位继承人 两位顶级企业家了 这三把火也差不多烧够了吧 何必把授再往我英井加深呢 这样吧 你我个退一步 我让伯仁当众给您道歉 咱们一笑敏恩仇 呜吼 哼 英井武藏 我给你脸了是吗 你忘了之前你是怎么跪着求我的吗 信不信 惹怒了我 我还能做空一次 到时候 不光是英井拨人 连你也得下台 英井武藏全身颤抖 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然而英井武藏知道 十三二次做空的可能性平息 然而 他的确如十三所 绝不敢第二次承受十三的做空 想到这 英井武藏再次想起了半则植树临死前流的那种 心里悲凉到了极点 父亲大人 莫要听他一派胡言 我堂堂英花太子 岂能因他一句话 说费就费 来人 动手 杀了他 就算是死也要跟十三哥死在一起 孙明月同样紧张的额头冷汗淋漓 鬼知道这群侍卫是不是英井伯人的亲信啊 如果是的话 英井武藏也只会不动 那十三就完了 谁敢动我家先生 这里的人全都得死 不信你们可以试试我的实力 英井先生 告诉你吧 我的保镖全是中南海御前侍卫 而且这位更是敌人 就算弄死我 你们这里所有人全都要玩 而且 我死不死不知道 但我手下的人肯定会再次做空 拉整个樱花锅陪荡 你赌得起吗 陈社长 你赢了 所有侍卫 全部退下 父亲大人 你 闭嘴 没有我的命令 扇子调动皇家侍卫 你已经是僭越了 我宣布 飞出英井伯人太子之位 改立英井名人为太子 父亲居然还是选择顺从十三 而牺牲了我 如今我财团在首 而你却已经天下无敌 我财团在首